神无非借了你的躯壳 这同样是张卜生 今天一看完蛋 都躲走的 为什么一看 这肯定受了老婆气今天来了 师母给他气来了 这都跑了 为什么看那个脸是铁青的 贱人眼珠子放红了 这玩意 这还敢惹他躲 平常他都骂人 这欠了面还不骂死我 躲啊 这一看张卜生 今天笑眯眯地进了办公室的 一抚菩萨像 今天没受气 心情很好 报销单都来了 以前在中国就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修行不到位 然后办公室的人 我们那时候五六十号的人 一看我沉着个脸 神不对劲 因神做主了 阴着个脸 眼珠子血红的 进了办公室 找一个人都不来 都跑了 出去喝茶 走了 一看你笑眯菩萨 今天张总来 消息息的 然后来到办公室了 等一下你忘了一座 全来了 报销单 签字 平常不赶紧找 一看你笑眯心情不错 结果越签 心情越糟糕 越签 心情越糟糕 同样是那个你 为什么一会儿笑 一会儿怒 神 神灭了 所以不是你这个躯壳 记住 只是一个 这个神情 神情 神情是神的表情 在你的脸上 神你看不见是什么样子 叫神如其人 欺人 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里面的神就是什么样子 这个人是一副菩萨心肠 笑眯眯的 他的神就是菩萨心肠 人就是凶巴巴的 里面就是恶魔 神现在是恶魔当政 离他远点 对不对 你既然是天使 不要被恶魔害了 离他远点不就不害你了 神如其人 所以你们见你们的朋友 以后知道你不是见的人 是见里面的神 见里面的神 他的因神重 你看有的人 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 整天长着那脸 死了巴基的 你听他就是整天 唠唠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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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这个人不对了 那个人不对了 这个是非 那个是非了 这种人就是阴得不得了的人 他的因神太重 离他远一点 否则你待会儿 你也被他染污了 你也变成阴神了 阴神当道 你阳神出不来了 同气相投嘛 对不对 你看他是阳的 一会儿你本来 还有点心情不好 守着他 一会儿就兴奋起来了 叽叽起来了 你如果是真的 你具备大化的能力 你的真神 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具比大化的能力 叫佛光普照 基本上人走到你的这个普照场中 他自己就化了 所以你们中间很多人来找我 这个没血提纲的就比较惨 为什么 到了我那儿 一喝一杯茶 我说说吧 有什么事 哎呀我的妈 全忘了 我这想了一堆问题 我要来问你了 这可了不得 我这浪费你的时间 我说 既然忘了就是没事了 没事你还问啥事呢 他说好像没事了 之前那些问题 好像都不是问题了 就不是问题了 不问了 为什么 化了 阴阳都化了 化了什么 化了他是如来了 如来空空如也 原来是自己钻了牛角尖 原来是过不去的事 在大化的宇宙 虚空为体的你的心中 是不是全都不是事了 没善没恶了 本来我是来告谁的状的 结果到师父这儿 他没有对错 我觉得他没有对错 我不要说什么东西了 对就不说 不说就对 本来就没有对错 人既是恶魔又是天使 你因为有阴阳神 人也可以做菩萨 人也可以修成佛 因为你有佛种 你是如来藏 我们修行就是 去善恶 化善恶 为如来藏 为空明明体 空性明体 发身见 你是如来身 在这个基础上 修自己的报身成就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